我们可能在等一个大概30秒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一个ICT的讲座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吧 然后今天的一个讲座的内容 其实就是关于SAT怎么样能够冲到1500分以上的这么一个分数 然后主要是围绕着一个学习方法来开展的 因为相信大家其实之前很多的家长都有参加过 Dennis老师的一个SAT的讲座 然后同时呢,在5月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举行了很多SAT的一个学习的活动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考试本身还是比较了解的 那今天围绕学习方法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是我们在和家长的一个沟通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家长会来问 就是孩子在平常在学校学得很不错 那为什么在SAT的分数上面却上不去呢 然后很多孩子他其实也不太知道自己 为什么在SAT的这个充分上面会遇到一个瓶颈 所以今天呢,主要就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学习方法 然后在这一个月的过程当中 其实和很多的家长都有沟通过 就是关于这个SAT的备考啊 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 但是还没有做过一个非常正式的自我介绍 然后今天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第一场的讲座 所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我的名字是Kelly 然后是硕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学习设计专业 然后本科是南加大的心理学 之前一共有了9年的留美经验 然后从整个的备考 从SAT开始一直到SAT和GRE 都是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一个学习方法 然后可能也总结了一些心得 所以主要呢,今天就是希望能够结合自己的一些备考经验 以及说我们现在在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更好的一些学习方法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今天的讲座呢 其实主要会围绕三部分来进行一个讲解 第一部分呢 是去给大家再重温一下SAT它的一个变革 就是从直考到机考到底有哪一些变化 因为之前Dennis老师他的一个讲座呀 包括他的直播其实都有讲解到这一些内容 所以今天呢 还是得大家再重温一下 就是具体的这些变化有哪些 以及说我们现在逐渐已经接近暑假这个备考时机了 哪些孩子更适合去今年初分 那第二部分的讲座呢 我们会去着重的来讲一下 SAT这个学习月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就是在打卡以及在模考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什么很多高频的一些错误 以及说通过这些错误 我们看到的学习难点有哪些 所以在给大家复盘的过程当中 也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最后一部分呢 其实就是去聊一下 SAT到底应该去怎么学 怎么去攻破这些学习难点 以及市面上这么多的SAT学习资源 怎么去选择 最后其实就给大家解决一个 大家很多人问的刷题 怎么样才能够提升 怎么样避免无效的一个刷题 所以这个可能是今天讲座的三部分 那第一部分呢 其实就讲到一个SAT的变革 然后我们来给这个变革划一下重点 就主要讨论一下指考到机考 主要的转变有哪些 哪些孩子适合今年去备考 以及说还有四次的一个指考机会 今年备考还来得及吗 所以围绕这几个问题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college board 它现在已经开放了 后面四次指考的一个报名了 然后这个也是最后的四次指考 然后是从八月份 一直到十二月份还剩四次 也可以看到从三月份开始 它其实就变成一个机考的形式了 然后在这里也想要去问一下 各位家长 有哪一些家长和孩子 是已经报名了 这四次的一个考试的 可以在我们的chatbox里面打一个1 然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看看参加今天讲座的这些孩子们 哪一些是要有备考打算的 其实看到很多的孩子和家长 其实最近的沟通过程当中 也发现很多孩子已经报名了 所以如果有报名打算呢 或者是已经报名了 一定要认真的听 接下来的这些学习方法的部分 会对暑期的备考非常有效 那如果今年是有备考打算 但是还没有去报名的 一定要抓紧时间去register了 因为今年呢 确实是最后的四次指考 所以其实考位比以往 都还要更加紧张一点 所以一定要先锁定考位 然后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规划 我们在考试之前 应该去做一些什么 所以总体来说 今年的暑假 其实就是美国考生最佳 也是最后的一个考试的机会了 那今天来划一下这个的重点 就是指考和机考 它到底有哪些区别 那首先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 就是它这个机考和指考 它的一个相同点 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它其实还是一个 为大学申请去做的一个考试 所以它的一个考试范围和难度 是不会变的 那同时呢 它的这个分数总分也是维持在1600分 所以相比起之前16年的那次变革 这一次的一个分数的变化是不大的 那还有一个部分 主要是内容部分的变化呢 就是数学方面的一个内容和内 和难度基本上是持平的 就除了它整个机考过程当中 都是可以使用计算器之外 它整体的一个备考逻辑还是比较相似的 那我们为什么非常建议孩子们去冲击 这四次的指考机会的一个主要原因 也是通过分析它的最大的变化 然后这几个变化呢 其实是分为三个 一个是考试的format 第二个是自适应考试的形式 那第三个也是直接影响到做题的一个体验 以及备考的一个方式的 就是英语题型的一个转变 然后接下来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这三个变化 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 今年才是最适合去冲击SAT指考的一个时机 那首先变化一就是 非常直观的一个考试format的变化 那从指考现在呢 其实考试时长是三个小时 是相对于来说比较长的 那在机考的过程当中 就会把它缩减到了 两个小时的14分钟 然后这个变化 其实很多孩子 他一看会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不用再做那么久了 然后可以相对于来说 更轻松的来完成这个机考 但是其实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 他这个时长变化 时长变化 他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其实就是他这个题目数量的一个缩短 那题目数量的减少呢 也是说他容错率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在直考的SAT当中呢 做错了一到两题 还是会有机会去拿一个满分的 但是在机考的SAT当中 每道题做错了都会扣10到20分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缩短的背后 是题目数量的减少 那也是容错率的一个降低 所以这个是一个考试format 他主要的一个变化 那第二个变化呢 其实是一个自适应的平台 那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们 在之前的一个沟通当中都发现 其实家长们是参加过GRE的一个考试的 那SAT新的这个机考 他其实就会有点像GRE的一个 自适应平台的考试 他会把题目分为不同的模块 那在模块一的时候呢 学生会获得不同难度的题目 有简单的 有中的难度的 也有高难度的题目 然后根据孩子们 他的一个答题的情况 以及说他的一个正确率 会给他推送 适合他这一个难度的题目 然后题目的难度 所以在这个模块二的时候 会是要么简单 要么相对于比较难的 那这个直接决定的 其实是学生的一个分数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这一个模块 他一共有20道题 那在我们第一阶段的时候 如果孩子拿到这个 有不同难度的题目 只答对了底下的6到10题 或者说发挥失常 只答对了非常少的题 那相应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会收到一个相对于来说 非常简单的模块二 虽然他的答题体验非常的好 但是这个也就是给他的分数 设置了一个上限 就只有可能去冲击 560以下的这个分数了 那这个对于发挥失常来说 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那如果想要去冲击 一个高分的阶段 就比如说在680 一直到800分 这一个高分阶段的话 那就说第一阶段 一定要有比较高的正确率 要达到16到20题这种情况 才有可能拿到一个 更高难度的模块二 取得一个更高的分数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模块一的题目 它其实是包含的不同难度的 然后根据他答题的一个情况 去匹配模块二的一个题目 那模块一的一个正确率呢 决定了最后的分数上限 就比如说他的这个正确率 一旦低于75% 他最后的成绩 可能就没有办法超过680分了 那对于我们的目标 去冲击一个 就是1500分的分数来说 没有办法超过680分 其实就等于说 没有办法取得这个目标的高分了 那这个也是说他更难的一个点 那第三个变化呢 其实是直接影响孩子 他的一个备考方式的 那就是他的英语题型有一些转变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指考的这个SAT 就是可能孩子通过打卡 通过模考已经比较熟悉的 就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呢 他其实一篇文章会去匹配 10到12道题目 那这个呢 在过程当中孩子就可以通过上下文 来辅助他们去做题 就是比如说 一旦把这个文章读懂了 那其实10到12题里面 能答对不少的题目 但是机考他的变化就非常大 他是每道题都是单独的文章 那他就没有这个上下文 来帮助他去理解 这个文章的大意和题目 那读不懂的话 等于说这道题就没有办法做对了 那与此同时 他还增加了一个诗歌的题材 那我们知道孩子们 他们在学校的一个课程 不管是中学还是说G9G10的一个英语课 他其实更多的是读一些中长篇的小说 或者说是以叙事文为主 然后对于诗歌这种偏古文类型的 其实接触是比较少的 那他们也会更加习惯去用上下文 来去理解整一个文章 以及说这个小说的这个大意 所以其实指考的这个SAT 他的一个英语形式 是更符合现在学校的 学到的这些英语知识的 那对于阅读能力比较强的学生来说呢 也更加的有优势 那机考的SAT呢 可能对于词汇啊 以及整体的一个语法的要求 都会更高了 那所以我们的一个结论 就是在指考SAT 有大量资源的这个情况下呢 他备考一定是更加容易的 尤其是在这个机考 刚开始的一至两年呢 他整一个考试的题目的难度 以及这个分数的curve 会不太稳定 所以呢孩子的时间 他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他如果在这个备考的阶段 需要去成为给college board来试题 然后不断改变题目难度的 这一批学生 其实是非常的可惜的 所以我们强烈建议 就是不要让孩子 去做机考的小白鼠 尤其是他这一次的变化 不是像16年一样 只是一个内容上的变化 他这个是整体的形式上的变化 是从指考到机考 所以他的稳定性 其实是非常难以估量的 那指考的SAT呢 6年有6年的整体资源 然后也有非常多 大量相似的一个题目 所以其实他的备考 是更加的容易的 那机考改革将至 我们会说 今年最适合去出分 那哪一些孩子 最适合去出分呢 那第一点其实就是 成绩他已经达到了 1300的学生 那这个成绩 不管是正式的考试 就已经参加过SAT考试 还是说参加过 我们think的模考的同学 其实都是可以拿 这个1300来作为 一个衡量的标准 那因为我们的模考 用的是真题 所以他其实也是 对于孩子分数水平 比较精准的一个估量 那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平时做题 非常容易粗心的孩子 因为指考的容错率 会比较高 所以呢粗心的影响 相对于来说 是比较少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 整个的打卡 还有模考的过程中 会发现 其实很多孩子的基础 非常不错 但是他们错的那些题 真的很多是因为 粗心来导致的 所以这个的话 也是比较鼓励 这些孩子去多参加指考 而不要去等待机考 这样子的一个考试形式 那最后呢 其实就是针对这个英语 提醒的一个变化 如果是擅长阅读 整篇文章 习惯用上下文 来理解题目的孩子 一定是更适合 指考的英文题目的 然后在chatbox里看到 这个六年的 整体资源在哪里 可以看到 那这个肯定是 有课程的一部分 然后需要去找到 这一些非常高质量的练习 那第二部分 可能是今天讲座的 一个重点 就是来给大家聊一聊 这个sat的学习月 因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的 一些学习活动 和打卡活动嘛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们他们的一个 打卡和谋考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那如果他们参加了 这个打卡的话 可能对这一块的内容 就更加的感同身受 那如果没有参加的呢 我们也可以 就是通过分析孩子们 其他孩子们 他们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学习难点 来去看一看 怎么样能够避免 同样的问题 在自己的备考当中出现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咱们过去的这个三个星期的 sat学习都做了一些什么 然后想问一下 如果参加过我们这些 打卡的孩子 或者是这些家长 可以在这个chatbox里面 打一个一吗 看一看有哪一些孩子 是根据打卡情况 然后再过来的 想看一看 有没有参加过 我们打卡活动的孩子 或者是参加过摩考的 已经有看到 有家长在评论区里有说了 因为我们确实是有很多的孩子 加入到我们这次活动当中 然后这一次的活动呢 其实维持的时间非常长 而且刚好也在五月嘛 有很多的final啊 AP考试啊 所以也是非常感谢 这些孩子们的参与 然后我们作为老师 看到孩子们非常重视 自己的这个sat备考 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觉得他们真的是 对自己的学习很有责任心 那我们在整个的 三周的一个学习当中呢 首先先是做了一个阅读周 就是做了280个 最高频词汇的一个学家册 然后来考验一下 学生们的一个词汇基础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 文法的打卡 就是带孩子们去过了 77道的一个文法真题 其实还是做了 比较多的练习的 然后做了一个全真的模考 就是完整的那种全真摸底 然后希望能了解一下 孩子们现阶段的一个水平 那最后一个阶段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 全科的练习周 就是带大家去过了一下 阅读文法数学的 各种各样的一个真题 那整体的参与呢 其实是有一百多个孩子 参与到了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 那坚持了这些打卡的 也有大概50个孩子 是每一周都真的是 7天都在坚持打卡的 然后参与模考的人数 也有50人左右 所以其实看到真的有很多的孩子 已经加入到我们SAT的一个学习当中来了 那接下来会带大家就是分模块的 一个一个来过一遍 就是这每一区 大概问题有哪一些 然后第一个部分呢 可能会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SAT阅读相关的 那首先呢 我们会聊一聊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词汇的打卡 来作为第一周 因为其实SAT它词汇 它并不是一个SAT的一个考试的科目 但是呢 它会出现在SAT的各个角落 因为那个词汇 它不仅是在文中当中出现 它也会在题目里 甚至是在数学的题目里 它有时候的题杆可能都有六七行 所以其实掌握一些SAT的单词 才是理解整一个SAT考试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打卡的内容 其实选择的是 280个最高评词汇 最高评的意思就是 在过去六年的指考当中 反复出现的一些词汇 基本上是所有的孩子 都必须去掌握的 那我在跟很多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 他们会说 这些词感觉还挺简单的 或者说他们已经会了 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同时也是一件非常正常 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280个是非常基础的词汇 是只有完全掌握这280个 才是等于说跨入了SAT备考的一个大门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算280个词里面打卡 有一两个错了 或者是三四个错了 其实都是非常需要去重视起来的 一定要把这个词汇的基础给提上来 那在这个词汇打卡过程当中呢 尽管这些词非常的基础 同时也看到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 他们记得快 但是忘的也是非常的快的 因为我们在七天的打卡过程当中 第一天出现的词 其实我在第六七天的时候 也有给他们来做一些抽测 想要检测一下孩子们 到底有没有记住 但是会发现有些孩子 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去做对了 但是到后面第六第七天的时候 把这些词就给忘了 那第二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当出现相似词汇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搞混淆 就是完全就看到另外一个词 就会觉得啊 这个好像是应该选的那个单词 那这两个问题体现出来的 其实就是没有下功夫去打这个词汇的基础 这个就是词汇记忆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体现出来的 其实更是就是SAT阅读当中比较重要的 那就是他们在做词意打卡题的时候 可以做对 但是同样的词出现在了SAT的阅读题当中 就会做错了 比如说我给他们一个definition 他们很快的就能选得选到 就是正确的那个匹配词语的定义 但是当这个词语出现在阅读理解题当中 他就选错了 或者说这个词感觉结合上下文 就弄不明白了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结合一个阅读理解来做的 然后我看到Sharebox里面有 家长在问打卡的题目 以及280个词 待会讲座之后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然后可以把这些打卡的题目 以及词汇都发给您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来复盘一下这个阅读方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阅读方面其实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从不管是打卡 还是从这个摩考当中 都会发现其实是时间不够 我们可以看一下SAT阅读部分的内容 它其实是65分钟 5篇文章 52道题目 那来算一下的话 其实每题只有1.25分钟的时间 还是不包括阅读的一个时间 所以它的节奏是非常的快的 那我在和很多打卡 以及摩考的孩子们交流以后呢 会发现这个时间不够 主要的原因有两种 那第一个呢 就是对SAT它的阅读题目 非常不熟悉 它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理解题干 就是反复的去读题 来理解这个题 它到底在问什么 那第二部分呢 其实就是每答一题 都感觉好像自己读过 但是好像又没读全 或者说读了又忘了 就是有遗漏的信息 所以他们反复的要回到文中当中 去读这篇文章 所以这样子反复阅读呢 效率就非常的低 这两种原因也是主要导致 孩子们时间不够的 基本的原因 那其实我们在复盘来看 词汇量呢 它其实只是读懂的一个基础 那时间不够呢 其实只是体现出来的 一个表面的问题 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 其实是缺乏好的阅读方法和技巧 那这两个才是做不完 或者说题目做不对的根本原因 也是我们需要去着重的 来给孩子们去过一下 就是怎么样能够提升阅读的方法和技巧 那这也就是进入到我们常见的第二个问题了 就是孩子们会比较缺乏一个好的阅读方法 那其实SAT的阅读当中呢 是分为三种类型的文章的 那第一种类型是科学类 第二种类型是历史类 第三种类型呢 是故事类 那我在跟很多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发现 哎好像哦 我觉得历史类的文章最难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生辟词 然后与句子结构非常非常的繁杂 那我觉得我对于科学类和故事类掌握都还不错 那我就去分析了一下 这个四月以及五月的两次模考 然后去看了一下他们的一个平均正确率 其实我们会发现 其实科学类历史类故事类的平均正确率 是差不太多的 而且它整一个阅读的正确率也不太高 那这样子算下来 它的阅读分数会卡在三百一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去充一个一千五百的分数 那阅读想要整体在英语的部分上到七百五十以上的话 那阅读这一块三百一十的分数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们要去分析的是 这三种类型的文章的共同点到底是什么 怎么样能有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去解决 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当中都遇到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三种类型它的相同的难点 是它的信息量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段落结构复杂 这个和孩子们在学校学的内容 可能会有一定的不一样 那我们要去做的就是解决这个的问题 那在没有读透的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孩子们在做题的时候是很容易受无关 或者是错误信息的干扰 无关信息就是指文章当中出现 但不重要的信息 错误信息就是题杆里面 SAT故意给的看起来像很对的信息 但其实是错的 就很容易受这个的干扰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底下两幅这个图 就给家长们来展现一下孩子们在读的一个感受 他其实现在来读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像左边这样的 就是所有的信息都挤在一起 一大块 然后不知道里面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也不知道里面他不重要的点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的是阅读方法 结合合理的就是贩读和精读 来高效的梳理文章的信息 达到像右边这样子有一个非常清晰的flow map 就是我们知道文章主旨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每一段的主旨又是什么 那支撑每一段主旨的信息又分别是什么 在他们读过以后 能够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flow map 才是最能够解决他们阅读方法不好的这一个问题 那解决了这个阅读方法之后呢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他们缺乏高效的一个做题技巧 因为如果我们按照这个SAT的阅读题型来做的话 他其实是有十种SAT的阅读题型 这十种并不是说他们都是一样的 这十种当中有一些更加偏宏观的 像问这个整个main idea 或者是central claim passage logics 这些是非常宏观的题目 那也有非常细节的 就是问这个文章 它到底是哪些细节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每一种题型 都需要去通读全文才能够做到的 因为很多题目 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只要找到合理的一个答题的路径 答题就能够更加的高效和精准 就比如说我们看右边这一个 就是给家长朋友们画出来的一个图 就它其实有一些题目 不一定是要按照一到十这样的顺序来做的 先做一些细节题来支撑 他们再去做一些这些主旨题 或者说反过来 然后这样子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答题路径 就不用让他们去反复的读这个文章 而是说一遍细读 一遍经读 就能一遍泛读 一遍经读 就能把这个文章给掌握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个重点 那除了我们在文法之前呢 先去来复盘一下咱们这个阅读 就是其实它这个阅读里面呢 分理解和技巧 那我们现在其实就需要解决的 就是它的一个技巧的问题 那SAT的文法部分呢 其实也是可以去辅助孩子们 不仅是答对文法题 那其实也是会帮助他们来加强自己的阅读理解的 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在SAT的一个文法当中呢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和阅读非常相似 就它也是有时间不够的一个问题 因为SAT的文法如果我们拆分开来看 它其实是35分钟4篇文章44道题 那这个其实每道题算下来 甚至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还不包括阅读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紧的 如果算上阅读的话 孩子们可能只有30秒的时间来做这个文法题目 那也是和参与打卡以及摩考的孩子们交流以后呢 会发现孩子们也是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理解文章和题目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 他们会反复的将选项带入到文中 靠试来找到最佳的一个答案 然后这个的效率就是非常低的 他们会把每一个选项来试一下 然后读一遍在心里默念 看看哪一个读起来是最通顺的 或者是更符合他们平常使用这个语言的一个方法 但其实这样子的话不仅效率低 那也牵扯到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正确率非常的不稳定 因为我们在文法打卡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期间的一个正确率的波动 甚至是高达了50%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有做11道题 那有一些孩子在有一些天 是会做到就是10到11题的这个正确率 但是有一些他们甚至就到第二天 或者第三天的时候就做到 比如说11题只对5到6题 7到8题这样子 但这个孩子们可能会觉得 哦是我今天状态不好 或者是我粗心大意做了这个错误 但其实这个正确率的波动 它其实反映出来了一些更深层的一个问题 那时间不够呢 和这个整个正确率的波动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它文法知识点是没有掌握的 然后现在可以给家长朋友们 一起来看一下这道打卡的例题 这道题在打卡的正确率当中 只有35% 也是很夸张的一道题 然后可以给家长大概30秒的时间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的目的就主要是 给这个下滑线的这个Dose 4 来选择一个最贴切的选项 如果您觉得就是它不需要改动的话 就是A No Change 就大家可以先看一看 然后在这个Chat Box里面也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 这个文法做题的一个过程 有家长愿意在这个Chat Box里面看一看 分享一下答案吗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过一下这个答题的一个思路 其实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答案啊 然后我们来一起复盘一下 就是可能孩子们会去怎么来做这道题 看到有选C 有A 也有B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也是孩子们他平常会去做题的这一个方式 就他们会比如说读完这个 Moreover the training period for PAs is markedly shorter than those four physicians 那他可能会觉得 哦 第一个No Change Those 4 因为PAs是这个负数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正确选项 或者是他们找到了这个文中当中 这个training period 然后会去把他们都带入 然后that compared with that four 又是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的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 那其实也看到很多家长们 其实都是选对了这个答案 就是C的这个选项 那其实这道题答题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我们在找到Moreover the training period for PAs 我们就可以马上确定这个的主语 那这个主语就是the training period 也是一个单数 那我们首先就可以排除的是其他的选项 然后就可以在B和C当中来做一个抉择 那如果我们学到一个比较平行的一个结构 the training period for的话 那接下来的下面匹配的 应该是一个同样的结构的 就是that four 也就是C这个选项了 那其实我们这个做题 这个逻辑捋下来 找到主语辨别是单双数 然后再辨别形式 其实它要做的很简单 也花的不过就大概30秒的一个时间 就能把它去答对了 但是如果像孩子 他们有一些语感 靠语感来答题的每一次都带入的话 其实会花大量的时间 然后效率也低 正确率也不能够保证 那所以呢 我们总结的就是很多孩子 他确实是在靠语感答题 而不是通过找到相应的一个语法知识点 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只有来分模块的系统性 做一个文法学习 才能解决做题效率和正确率的一个问题 那底下我列出来的 其实就是think 他的一个文法课 会做的一个 把所有的文法知识点 很多很多的文法知识点 拆分成不同的模块 那这个模块 其实针对的就是words 词汇的这个模块 里面会分tenses 会分pronounce 会分proposition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把文法知识点 给他拆分成不同的小的知识点 这样子才能够更轻松的 把他们给掌握 也能够更好的匹配到题目当中 所考察的知识点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我们讲完了语法和这个阅读 其实就是讲一个我们数学的部分 因为其实很多孩子 他的数学基础是还不错 也是非常有机会去拿一个 很高的一个分数的 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SAT数学打卡当中 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不重视数学 就这个也是通过我们 在看他们的一个打卡数据来 来看出来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SAT三科的打卡参与人 就是人均的人数 日均的人数对比 参与阅读和文法的人数有80多 但是一到数学打卡的话 只有33个孩子了 那我相信在这些孩子当中 肯定是有很多 是觉得自己的数学基础非常好 觉得这个练习可能相对于来说 比较简单 就把它给忽略了 但是我们从模考的这个数据来看 取得800分的孩子 其实只有10% 那这个相信很多孩子的目标 都是800分 但在这个他们 现阶段的一个水平和目标之间 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那这个距离也是反映出来了 一些数学学习的问题 那和数学就数学的这个部分呢 它和SAT的文法和阅读 它还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数学它是有一个固定的 知识的范围的 那就是Algebra 2 是高中的一个内容 所以其实学过知识点的话 只是备考SAT数学的一个基础 因为所有来参加SAT考试的孩子 其实都已经掌握了 Algebra 2它的这个知识点了 那会做到最作对之间 为什么会存在这些距离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SAT数学题的设计和校内的数学题 就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它为了区分这些 都具备Algebra 2知识点的这些孩子 他们之间还是会来做一个区分 就是有做的比较好的 有做的比较差的 那这个去避免他们 就是来考察孩子们 主要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在这个设计上 在题目中设计了大样的坑 以及混淆的一个选项 那这个的话 也是拿高分的一个难点 那很多孩子会觉得 自己的数学问题 其实是因为粗心所导致的 但是在打卡的过程当中 如果每次都错几题 或者说在模考的过程当中 每次都有错那么一些 一样的题目的话 它一定不是粗心所导致的 一定是有其他对于知识点 以及这个被考逻辑的 一个掌握有问题 那可以来看一下 SAT它的一个数学的坑 到底在哪里 然后这也是一道 错误率比较高的立题 那就是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来拆解一下这道题 就它最先会要 就是扣除50块钱 然后每四分之一个小时 就是every one fourth hour 会需要20块钱 那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英语的逻辑来拆分 会觉得 这个很straightforward 就是20乘以四分之一 那样子我们就可以达到 它最后的一个equation了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 仔细一想 那到底应该是20乘以四分之一 还是20乘以四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真的需要去详细琢磨 而且需要去非常 就是能够直接把这个坑给避开 才能去答对这道题的 所以这道题 它其实的坑就在于 我们要明确的掌握 SAT它的一个出题的套路 然后才能够解决掉 我们在里面可能会犯的一些错误 而且在这个里面 其实是有答题的技巧的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怎么样能够确保这道题 我们是能够做对的呢 我们来可以用一个 代入运算的一个方法 在我们知道一个小时里面 是有四个四分之一的小时 那我们就知道一个小时 应该是80块钱 因为是乘以20嘛 那我们就可以看 这个括号里面的内容 到底是20乘以四分之一 五块钱呢 还是20乘以四八十块钱 所以其实通过这种代入运算 我们很快就能够发现 A选项才是正确的这个选项 这也是来帮助孩子们 提高正确率 以及效率的一些解题技巧 所以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想要强调的 主要的一个东西是 全科学习的一个重要性 就我们不能因为 我们在学校的哪一科比较擅长 而去忽略其中的一些科目 因为如果想要冲击一个 1500分的高分的话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 不能够偏科 数学和阅读的分数 都必须要超过就是700分 才可以达到一个1500的分数 那如果我们假设数学是780分 英语是720分 那学生的一个数学题 他其实只能够错两道 阅读题只能错七道 文法只能去错五道题 所以这个的容错率 其实是并不高的 那就一定要在优势的科目上 把满分作为目标 不管孩子的优势科目是什么 相对于这个阅读的题分 文法和数学的题分 一定是更快 而且是更有效的 所以如果是数学非常好的孩子 一定要把数学800作为一个分数目标 才能够去冲击一个1500分的高分 那第三部分呢 其实我们就来聊一聊 当我们发现这些SAT的学习难点的时候 怎么样去学习 才能够帮我们去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 那很多孩子他其实有一些问题是 备考是不是靠自己刷题就够了 以及说现在市面上这么多的一个 SAT的学习资源和课程 应该去怎么样结合自己的情况 做一些选择 也是这个部分 我们会给大家着重来过一下的 那首先呢 如何提升SAT分数 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明了的事情 那就是两大部分 一个是学习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练习 只要做对这两个 其实就是可以 一定会有一个进步的 那很多孩子和家长 其实都跟我沟通 说暑假有这么长的时间 那孩子就把SAT的题目都刷一刷 把这个题目都刷完了 那是不是就已经学会了 那其实我要强调的是练 它其实是一门学问 必须要非常合理科学的练 才能够避免掉入咱们刷题的一个误区 刷题的误区其实有几种 那第一个刷题的误区呢 就是练习的量不够 因为标刷的考试当中 其实是有固定的题型的 就只有多练习才能够有效的提分 那我们拿数学做一个例子 就每次的一个数学考试当中呢 它一定会出现有多少个解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只有在练习的量达上去以后 才能够说我们每次遇到这种提型的时候 有一种很熟悉 然后轻松能够把它做对的这种感觉 所以一定是通过练习熟能生巧 而且对学这个SAT的题目提醒加深了解 那第二个误区呢 其实是在练习的量保证的基础之上 如果不去进行一些归纳的总结 不对错题进行一个复盘 那这个知识其实就等于是没有积累 那这个练习其实也是没有效果的 那我们拿文法来做一个例子 刚刚也给大家复盘了一些文法的知识 那许多孩子在做文法的题的时候 会喜欢用语感来答题 但是每道题呢 都有明确的文法知识点 那文法知识点没有掌握的话 就会持续的犯一样的错误 那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它其实也是一个 只要找对主语就能够做对的题 就是one of Wesley's main goals 那一定这个主语是one 那所以很快就能选到 它其实是一个单数的 那就是d was 所以这个只要找对主语就能做对 过度依赖语感呢 反而容易做错 因为其实他们平常在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其实你如果说像 word这种在这个语境当中 在平常讲话的时候 也是听起来挺正常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做题的过程当中 不去总结自己到底为什么做错 而每次都觉得 好像是粗心来犯的错的话 其实这个练习的效率就没有达到 那花出去的这个时间 也没有给它最好的一个反馈 那第三个误区呢 其实是比较细节的 那就是练习习惯不好 第一个其实就是制定的练习规划不合理 比如说孩子确实是给自己 安排了特别特别多的练习 或者说是不够量的练习 那这些都属于不够合理的一个规划 那哪怕是建立了一个合理的规划呢 有时候会没有办法按照预期来执行 不管是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 还是说被其他的一些安排所打乱 那这个没有办法去执行练习规划的话 那等于说这个练习的效率就不够了 那第二点呢 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做题的习惯 比如说做题不计时 那这个问题呢 在做题的当下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影响 因为他的题目都已经做了 然后也复盘了 但是如果不计时的话 在考试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适应一个考试的节奏了 因为我们刚刚也看过 就是阅读文法的题目节奏都非常的快 如果不去适应的话 每一次去考试的话 其实都会有一点点慌 然后也没有办法去从容的应对 那再复盘了几次的这个几个练习的一个误区呢 其实给大家总结的就是有量无质的刷题 就是无效的练习 那练习呢 它也是不能够去代替学习的 这也是我们要强调 就是在两个部分 学家练的过程当中 练为什么练很重要的同时 为什么学它更重要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来过一下学的这个方面 那首先呢 我们现在来去做一个备考 来做一个学习 其实是为了冲刺今年咱们四次最后的指考机会 那我们的一个备考逻辑 就一定是用最短的时间 去达到最高的一个成绩 那这个就是考前冲刺的一个逻辑 那我们在选择市面上的一些学习资源 以及课程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最好的去满足这个考冲的目标 其实也是有学问的 就是也是有一些东西 可以我们去来一起探讨一下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学习资源的横向对比 然后为大家总结了市面上比较popular 也是美国比较老牌的一些备考资源 然后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它的优缺点 以及说它到底适不适合您的孩子 那首先第一类呢 像Kang Academy或者是Prep Scholar 这种类型的入播课程 那它其实呢 价格就会比较的低 然后有一些甚至是免费的 比如说像Kang Academy这种 但是比较明显的呢 它其实也是一和它的实际考试的难度 会有一定的差距 那第二个呢 也是它在入播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老师或者专业的人 去给它做一个答疑的 就没有办法及时的为它做一些复盘和分析 那第二类的这一个课程呢 其实就像Prep Expert 或者是Magoosh这种类型的直播课程 但这种直播课程的班农 可能就会比较大 有30到40人 没有办法保证孩子和老师之间 有一个高效且高频的一个互动 而且它的这个课程主要是 以应试技巧为主 然后缺乏达一的一个环节 所以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满足 这个考充的一个备考需求 那第三种可能就是确实是美国非常老牌 而且质量比较高的像Kaplan和Prinston Review这种类型 直播录播加一对一的一个结合 那对于像Prinston Review这种来说呢 它有非常高质量的一对一教学 但是它的缺点可能就是它的价格非常的昂贵 高达了4700块钱 然后这个也是18小时 所以它这个其实性价比来说 不一定是最最最高或者说最适合孩子的 那像Kaplan的这个呢 它的直播课程人数也会相对来说较多 就也是没有办法保证高频的互动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列成了一个表 来去给它做一个不同的分析 那就分为一对一和大班的形式 然后纵坐标呢 就是分为了直播和录播的一个形式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最适合考前冲刺的呢 是在红色的这个区域 就是要保证是直播的形式 确保它的这个互动是及时的 是高效的 那它同时呢也要有合时的班容 因为确保孩子和老师之间 是有比较直接的联系的 然后老师也能够非常及时的 了解孩子的一个学习的情况 以及学习的问题 那第三个呢 其实就是班课与一对一的一个结合 那只有这样的结合 才能够更全面的帮孩子 去做一个学习的规划 那首先呢 先去来聊一下 这个录播课是否是真的划算 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 很多孩子会用Con Academy这种类型的 来做一个先做一个预习 那它其实呢是非常全面的 但是它不是很适合考冲这个阶段 因为录播课的内容非常的多 比如说这个prep scholar的 有二十二百一十个小时 那我们来做一个假设 每天看八个小时的话 需要四个星期全情投入 才能把这个问题 把这个内容全部都过一遍 那同时呢 录播课的一个比较大的弊端 就是它不能够针对自身的一个薄弱点 进行一个学习 没有办法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抓到一个重点 那接下来的呢 就是在直播和录播当中 比较怎么样去选择 那就是刚刚说的 它的录播课缺乏针对性 不适合考前冲刺 那考前冲刺一定是通过直播课 来进行一个备考 才能够更高效的利用我们的一个时间的 那接下来要说的 其实就是一对一的这个形式 到底是不是最适合孩子的 因为一对一的课程 其实是非常有效率的 因为可以非常直接 非常有针对性的了解到孩子 他现在一个问题 然后去给他解决 但是呢 他可能性价比会比较低一点点 就是他的这个课 价格会非常高 像prinston和caplan的直播课 以及一对一是200块钱一个课时 那很多的知识点和考试的方式 其实是可以通过班课去学习的 这样子的话不仅性价比更高 就通过我自己的一个备考经验 以及说和孩子们的一个交流 会发现 其实他们除了在上课 听老师的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 是有吸收的 听同学们的一些反馈 也是有吸收的 因为你可以了解到 其他的同学是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他们是怎么做题的 那同时也能够避免去犯一些相同的错误 所以其实是对于整个不同的答题思路 是有一个更全面 更多元性的一个了解 那一对一的形式最适合的是 已经通过班课学完了一遍知识点 然后还想要通过一对一 进一步的解决薄弱点的 这个时候的一对一是最有效果的 所以呢 结合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重要的因素 就备考的重要因素 学和练 两个大的部分 然后包括有质量的练习 以及说高质量的一个学习 有没有集这些重要因素 与一体的课程选择 那我们今年呢 其实推出的Think的课程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Think的老师们呢 他们是名校毕业 对于升学的考试 以及整一个自己的这个备考 都是有丰富的经历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给孩子 带来更好的内容和方法 然后帮助孩子们 在这个申请之路上面 完成标划考试里的一些目标 那今年的暑假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带来新的选择 然后这个也是Think的一个完整的课程包 那在学的过程当中 是30小时的在线直播小班课 还有5次的一个一对一的课程 这个帮助孩子们 就不仅是去过一个知识点 更能在这个知识点的基础之上 去做一个查漏不缺 那练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学习规划 然后还会有学习的规划师来全程跟进 保证这个练习是有跟进有质量的 同时还会有两次的摩考 额外练习 以及每周的作业答疑时间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学习闭环 从最开始的一个预习到上课 再到课后的一个练习和跟进 那小班课都会去学些什么呢 这15节课怎么安排呢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课程syllabus 就是我们把英语课分为了10个课时 然后把数学课分为了5个课时 然后会带孩子们去学习 每一个课时就每一个考试部分的 每一种提醒 以及他们相对应的一个最优的解题思路和技巧 那在数学这一块呢 还要着重强调的就是 这5节课并不是带孩子们去学习知识点的 因为LGB2的知识点通过5节课 也不能给他去补齐 所以这5节课着重的是去针对 SAT数学里面的一些坑 教孩子怎么样去避开这些雷区 所以通过整一个系统性的学习 是帮助孩子们去在优势的科目上 冲一个更高的分数 然后在可能自己现在还没有那么擅长的科目上 去逐渐靠近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所以一个全面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这个小班的课 我们一对一都在学些什么呢 是在这个课程包的这个小班课 以及作业答应的基础之上 在这个一对一的过程当中 老师会为学生的学习情况做一些诊断 不管是课后的一些错题呀 还是他们在课堂当中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是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深入学习 同时在时间和内容的安排上 都是完全个性化的 因为这个一对一课程 可以在小班的课的过程当中 去跟老师来进行一个预约 就比如说在过程当中 有一个问题想要及时的解决 那这个一对一的课程 也可以很好的帮助孩子们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离考试 还有一段距离 比如说想参加10月11月的考试 那这个时候去预约一对一 也能够及时的来做一个巩固 同时呢也能够进一步的 帮他们去更深入的学习 那SAT的这个我们授课老师呢 分别都是有很多的SAT教研 以及教学的经验的 那么阅读老师是Tommy 文法老师是Brian 然后数学老师是Kai 然后每一个老师会单独负责一个科目 那这个的主要原因 也是希望老师能够对这个孩子们 他们在这个科目里的了解 是比较深的 同时也能够针对这个科目 给孩子更多的一个关注和帮助 所以这也是我们有三个老师 然后我们的SAT教学的Team 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总结起来呢 Think Academy它的一个SAT课程 就是有规划 有跟进和有激励 那有规划的话呢 除了就是这个学习规划师 小班授课 就是一对一的课程 可以高效的解决 然后个性化的一些需求 所以这个是在有规划这一方面 那有跟进呢 就是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是会及时的把这些问题 反馈给孩子 同时也会给反馈给家长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 共同的帮助孩子们 去完成他们的一个学习目标 同时也让孩子们 对于自己的考试结果是负责的 然后他们自己也是非常了解 他们现阶段的一个情况的 那最后其实就是参加了很多的标划考试当中 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孩子 他在过程当中是会失去动力的 因为他还是一个相对于来说 比较枯燥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设置了阶段性的奖励 就完成了学习的阶段性的学习任务 都会获得这个Amazon的Gift Card 只要是有效提交的一个情况下 那除了这个作业呢 平常的这个模考 如果在里面的成绩是特别好的话 还会获得更高金额的Amazon Gift Card 还有证书来给孩子们一些激励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咱们的一个奖学金计划 因为每次这个SAT的变革 确实是很久才有一次 然后这次也是一个美国考生 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就在国际上都已经变成机考的同时 他这边还是一个只考的情况 所以他是非常难得的 那为了更鼓励更多的孩子 去加入到这个备考当中 同时也是激励他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马上去有一个好的目标分数的话 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个奖学金的计划 只要孩子们参加了暑期的课程 然后报考了2023年的一些考试 然后只要他的分数在1450以上 都会获得相应金额的一个奖学金 然后最高的话 如果孩子真的冲击到了满分的话 是会有2000美金的 这也是我们对于孩子 他学习的一些激励和认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暑期课程的一个信息了 他最适合的学生呢 其实是目前现在成绩在 1250分以上的一个学生 就如果有做过摩考 或者是有参与过我们打卡 然后且正确率都还不错的孩子 是非常适合来参加的 那他的课程特点 除了之前说的这个30小时的 在线小班课 高校学习 SAT的考点之外呢 还会有5个小时额外的一对一课程 因为一对一课程 其实本身价格就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包含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同时还会有一个学情规划式来跟进 那这个课程时间呢 是在暑假的时候就会给他完成的 就可以让他们去冲击 8月到12月的SAT考试 学费的话是1499 然后包括这里面所有的一个课程 然后班级的大小也是非常适合 孩子们和老师有一个高校和高频率的 一个互动的 然后目前我们开设的五个班级当中 还有两个班级是有位置的 然后现在的位置也比较少了 一个只剩下四个名额 然后另外也是七个名额 这也是我们会开的 就是周末的班级最后的两个班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 就有备考打算的话 暑期的这个系统性的备考 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然后可以去扫描这个二维码 去具体的看一下咱们课程的一个信息 以及他的一个时间来进行一个报名 对然后我们为了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 这个课程同时也有开设这个 议员的SAT试听课 也就是本周日六月四号的 美西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 然后着重会给大家去讲一下 这个文法标点符号 这个题型 也是打卡和摩考当中错的比较多的 相对于来说更简单的一个文法知识点 然后参加我们体验课的学生 都会获得暑期班报名的一个100刀专属优惠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长期班报名 想要去锁定我们这个位置 有想法的家长一定要先报名我们的体验课 就是现在可以赶紧去报名 然后可以来联系我 然后来做来要一个这个优惠码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课程信息介绍 然后这也是我们讲座的一个全部的内容了 然后这个是我的微信 就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来微信问我 然后也可以在这个chatbox里面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Q&A的答疑 然后我看到咱们的这个chatbox里面 有一些问题了 就是除了上课外刷题 或者往年的真题会提供吗 对的 就是我们的课后练习 都是给孩子们提供的真题 然后让他们有非常真实的考试体验 同时模考的话也是全真模考 然后是完整的题型 这样子可以让他们非常高效的来备考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which grade student you recommend to take the SAT test so SAT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all of the SAT grades within five years so if you have your kid is for example an eighth grader or a ninth grader incoming ninth grader or a tenth grader it's really recommended and also if your kid has a score currently above 1250 it's really recommended to aim for a test score within this year before the transition into the digital version SAT 然后第二下一个问题是 一对一课程的五个小时是什么时候 这个也是刚刚说的一个比较灵活的安排 就是它可以在整个小班课进行的过程当中 去做一个预约 然后及时的一个查漏补缺 但同时呢也是可以在 比如说八月到十月考试 或者十一月十二月考试之间 来做一个预约的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灵活的 可以根据孩子和学生的一个 学生和老师的一个安排来决定 可以进入题库自己刷题吗 这个也是刚刚说的 就是自己刷题的一个效率的问题 就是它效率的话 一定是需要去有跟进 然后有及时的复盘 且要由老师来跟进的过程当中 才会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刷题 所以我们在课程的过程当中 也是会带着 孩子们去在这个题库里刷题 然后让他们去尝试 各种各样的一个真题 请问在最后几次直考中 若考两次的话 最好间隔多久 那这个间隔的话呢 会根据孩子的一个情况 比较建议的是 他在过程当中 是有备考的时机的 那我们最后四次这个时间 分别是八月十月 十一月十和十二月 那在十月和十一月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比较紧张 所以比较建议的话 是八月十一月 八月十月或者是十月十二月 这样子把考试给间隔开 下一个问题是 报考多次有什么利弊 如果是不超过三次的话 是没有什么关系 就比较建议 把考试的次数 控制在三次几下 因为这样子就不会有 刷分的一个嫌疑 然后呢 对于分数的 就是像college 去汇报这个分数的话 每一个大学 他其实自己的policy 是有不一样的 就有的大学呢 他们是只收 最高的一次的 SAT考试分数 但是有一些大学呢 是要求所有的 一些分数的提交 所以根据这个的话呢 也不太建议 孩子们考太多次 然后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自己意向的 那个大学 他具体的一个分数 policy到底是什么 请问上课的老师 是上面的三位老师吗 体验课好像不是 这三位老师 咱们的体验课 是Tommy老师的 是阅读或者是文法的 体验课 但是正式的课程会是这三位老师来进行一个教学 现在都是周末的课程 刚好又是暑假 家庭度假时间 可能周末不到可以补课吗 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会有 就是录播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错过了一节课的话 可以看playback 有适合G7或者G8的SAT吗 现在咱们暂时还没有开SAT的一个课程 当然可以在网上看一些SAT的学习资源 are you going to evaluate students' readiness for 1500 plus yes, of course so for this reason we a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mock exams as well as practice during the process during the course so the teachers will very well understand how the students are performing and if they are ready for 1500 然后我们也会及时地做一些调整 来帮助他们去取得这个更好的分数 不管是like extra practice 或者是一对一的课程 如果报名后取消的话就不算了吧 这个报名取消的话会有具体的一个cancelation的一个政策 就是他在一定时间之内cancel的话 只需要付一个cancelation fee 然后取消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七年级八年级的学生将来一定都是基考了吧 是的 但是如果是八年级的学生即将升入九年级 然后且他的一个水平已经不错了的话 是可以去考虑参加今年的一个指考 在指考到机考的变革之前 先把它的给考出来的 对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课程信息 以及这个是我们的这一周的体验课的报名链接 所以有餐就是想要报名长期班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体验课 会有专属的一个报名优惠 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 sat的一个收课的风格 对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微信 就各位家长如果有还没有加我的微信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您如果有更多的一些问题的话 以及说对于孩子他的一个现阶段的情况 应该怎么样去备考都可以来咨询我 如果algebra 2还没有学的话 是不是12月份的sat考试就来不及了 如果是algebra 2还没有学的话 可能他的知识点的掌握不会那么深 但是同时也可以让孩子先做一套数学的模考看一看 他现阶段的algebra 2还没有学的情况下 他的一个水平大概是怎么样的 是否有希望和时间来去冲刺一个今年的sat考试 所以也可以待会联系我 然后给您一下这个模考以及这个数学 请问sat team和sat team one有什么区别 是没有区别的 就是咱们sat team都是这三个老师 那得很厉害的八年级了 algebra 2都学完 是的就是有一些孩子 他们确实是数学进度比较超前 所以可能就是可以提前来进行sat的一个备考 体验课有录像吗 我们travel会错过 体验课是有会会有录播的 所以到时候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录播 然后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课程的风格 以及说后面的所有的长期班的课程 都是会有playback的 那sat team one是哪几位老师 sat team one和sat team 咱们在网上虽然这个title不一样 但是里面的老师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都是我们现在这个slide上面的三位老师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介绍 然后这个是咱们长期班的一个报名 对于暑期的这两个时间确实是位置不是特别多了 然后后续咱们也不会再开周末的时间了 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 然后想要报暑期班的话 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周的体验课 确实也是可以通过一个小时的学习 快速掌握文法当中的一种提醒 这个对于他不管是文法的一个考试 还是说他的阅读理解 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写作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们 还有些什么问题吗 可以在chatbox 或者是后续可以加我的微信来做一个沟通 好的 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看到了一个新的 请问除了周末还会开weekday class吗 Do you need to take both sct and act 好一个一个来解答 我们可能还会再开一个weekday的课程 所以您可以先加我的微信 然后跟我说一下 就是您比较意向的一个时间是什么 然后之后我们开了weekday class的话 会通知您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Do you need to take both sct and act so you don't have to take both sct and act it has the same function in terms of college admission but some students prefer one over the other in terms of statistics more students submit sct compare with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ho submit act so if you can choose between one of them just feel free to choose the one that fits your test style the best 所以其实都可以 how to add your wechat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wechat code 然后可以扫描用微信的这个app 来扫描我的微信 这个二维码 然后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了 每年都会开sct的课吗 会的 但是因为今年比较特殊 今年的话 其实是因为有这个直考到机考的一个变革 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 去考sct的一个机会 因为明年的话一个是我们觉得它的难度会非常的不稳定 同时呢也有更少的资源去备考了 所以今年的话一定是备考sct的黄金时期 yes sct subject exam is no longer needed is there a class between august 7th to august 25th um no soy我们的 every class will end by mid august so the class ends on august 19th so students can have enough time to prepare for the august 26th exam or any test date in the year 现在笔考拿到理想分数将来升学会特别指出是笔考吗 以便区分机考 它都是一样的 就是它这个sct分数不管是指考和机考 只要是五年内的 对于大学申请来说都是相同的 只是说现在如果能够在笔考的阶段考出来的话 就等于说一个是把升学路上的一大事情给解决了 二是在它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先出分 那后续咱们也不用去面对这个不稳定性了 考出来的标准是什么一千五百八家 嗯我们这个标准的话 其实根据孩子的一个目标会有一定的不同 那generally speaking呢 这个考试的话最好是达在一千五百家分数 因为这个也是top30的一个录取当中 比较在就是25th到70percentile之间的这么一个分数 所以我们会把一千五百来作为一个申请top30大学的一个目标 那如果孩子他的一个目标是top10的大学的话 那top10大部分的大学的75th percentile都是一千五百五十左右 所以如果能够拿到一千五百五级以上的一个分数的话 就能够帮助孩子在标划考试这一块脱颖而出 暑假没有时间上课 秋季还会安排SAT考试吗 如果暑假没有时间的话 那秋季咱们就不会再安排SAT的一个课程了 因为如果秋季再上课再去备考的话 就没有时间再去准备8到12月的这个考试了 所以也是比较建议 如果今年有备考计划的话 一定要好好利用暑假的时间来备考 因为不管是有没有这个课程 如果考试的时间赶不上的话就来不及了 考试的报名是到college board的官网上面去报名 然后后续的话 我们咱们会在咱们SAT的群里面 发送这个college board的报名链接 所以还没有锁定考位的孩子 一定要赶紧去报名 如果时间原因要换课可以考虑吗 可以的 就是只要咱们有位置的这个课程 然后在不同时间 那个时间更适合您的话是可以随时换的 就不管是整个班换过去 还是说在过程当中想要调一两节课的话 都是可以的 SAT的群二维码 您可以先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会把您拉到我们SAT的一个学习专属群里面 嗯 家长们如果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 关于SAT考试报名 以及我们的课程报名 以及课程的一些信息 备考都可以来加我的微信 然后咨询我 然后这个是咱们体验课的一个链接 就是一定要报名体验课 才可以获得我们数期报名的这个100道专属优惠 这也是我们开课前最后的一个优惠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如果家长们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然后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联系我通过我的微信 或者是在咱们SAT的一个群里面 也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好的谢谢大家的时间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Thank you so much 拜拜 拜拜